叔叔 叔叔 妈妈怕烟味 作为家里的男人 我们得好好保护他 所以我们选了方泰智能油烟机 蝶以环膝四面八方不跑烟 保护他的美丽和健康 美国书画艺术研究院 加拿大院即将于1月21号 在多伦多揭牌 加拿大华裔艺术家 希望通过这一平台 向加拿大华社以及主流社会 推广中国文化艺术 美国书画艺术研究院 于1999年在美国洛杉矶成立 旨在弘扬中国传统书画艺术 促进中国书画家 与国际书画界的交流 到目前为止 美国书画艺术研究院 在中国大陆有33家分院 全球则有50多家分院 在美国书画艺术研究院 加拿大院即将接牌之际 加拿大院的书画艺术家们 正在积极准备 美国书画艺术研究院 加拿大院荣建军院长介绍说 该院主要由华人艺术家组成 季金海是常务副院长 著名雕塑书画艺术家 马鹏任顾问 该院成立的主要目的是 为促进中家文化交流 同时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乐趣 成立后也将逆续参加社区活动 我们1月21号搞一个这个节牌仪式 同时呢有一些优秀的藏品和作品 在这个新春到来期间吧 给广大华人拜个年 也给大家这个展示一下我们那个作品 希望大家能为大家这个新年新春吧 增添一些乐趣 作为我呢作为一个画家 我呢特别是对中国文化呢很喜欢 我来到加拿大呢觉得 把中国文化怎样在加拿大做一个发扬光大 我觉得很重要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致力这方面的教学 所以呢和容院长一拍即合 就说在这里和美国书华研究院 在加拿大建一个分院 纪院长说 华人来到加拿大带来了中国的文化 但是因为涉及语言问题和历史文化渊源问题 华人与加拿大主流社会的交流衔接还不够 所以他就想尽量促使中国文化和本地主流文化 多做一些交流 作为该院顾问的著名雕塑书画艺术家 马鹏也表示 美国书画艺术研究院加拿大院成立后 艺术家们可以有更多交流 也可以推动中国艺术在加拿大的传播 就中国传统艺术怎样走向当代 这是一个大问题 中国争用了百多年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艺术家来到西方亲自实践 中国艺术怎么样跟世界相吻合 所以这个我感应到我们成立北美画院 我讲到对我们中国画 我们的艺术家在西方前沿阵地 可以说是对推广中国的文化更有实际的意义 加拿大国际电视台报道